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天这道确实是 全网最近一直都在挑战这一道美食 叫旋风蛋煲饭 不就蛋炒饭吗 谁也不会啊 你还能翻车我都会做 重点放错了不是炒饭 是旋风 旋风 那这个我听着好像是有点难度 听着有点滑滑 我跟你讲啊 就这个旋风你在家 要不是说做一百多个鸡蛋 你真做不出来 要不您在这呢 您得指导指导我们呀 今天我把我这个米胶我交给你 您就要看好了啊 那咱们是直接做蛋还是先做饭 先炒这个饭底 最重要的是那个旋风 咱们最后揭晓 今天咱这个饭就是昨天晚上的剩饭 就是能于隔夜饭 但是你炒隔夜饭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它也是有小小门的 我那家刚开始学做蛋炒饭的时候 就有这个困扰 那怎么摁呢 它都不散 大块大坨就往里炒 可千万不能摁 宝贝 有难题不要紧 今儿龙哥就给你解答这问题 只需要一步 就可以让它自己变松散 根本不需要你噼里啪啦去炒它 不可能 你自己就能变松散 那我之前的功夫白费了都 不去 你就看好了 首先咱们锅里先开火 稍微的来上一点油 记住炒饭 油可千万不要多 油一多了 这越炒越粘 越炒越油 你看今天咱这个饭呢 就是纯食隔夜饭 你一坨一坨的 咱俩先给它简单的给它铺开 它肯定有一些地儿还是黏的 怎么办呢 刚才我说了只需要一步 你猜在这步是要搁什么 搁点水 是液体 要搁一点什么呀 酱油 现在就直接搁酱油 这个饭要想让它香 齿香味浓郁 稍微来点酱油 提前跟它锅里头预热炒 再一个搁点酱油 点在这个饭的 尤其是块状的大的地儿 让它稀释一些 稍微咱们盖上盖 开上小火 焖它个15秒钟 不过为什么还要盖盖 像咱这些炒饭 不就是大火旺炒 在那儿翻熟 米饭已经够干了 咱们让它回馅软 因为已经是隔夜饭 又凉又硬 明白了等于再蒸一遍 让它已经分明 时间查过了 你看上面聚集了很多这种什么呀 水蒸气 说明那饭 确实散开一起 你看火还没铲着呢 基本上什么呀 已经完全什么呀打开了吧 而且看着这个光泽 还挺水润的 这个时候呢 咱们火还是不要开蛋 现在咱们可以放配料 来上点洋葱 香菇丁 这两个 可能咱们说炒饭里头 你见过对不对 对 但是你看这红的 依林是什么 鸡红柿 那这不变成会饭了吗 多大水分 我跟你讲啊 对番茄炒饭 才是最开胃最好吃的 跟鸡蛋是最配的 所以我这个旋风蛋 为什么要放上它 这就是绝配 越炒越香 炒饭要想好吃 调味更关键 调味一定要 简单 来点盐 不要搁那么多 又蚝油 又一些 就来点盐跟胡椒粉 干干净净的 吃的就是这个清香味 稍微的来上一点番茄酱 不是 等会您等我 怎么了 刚才咱下了那么多番茄丁 现在又放番茄沙丝 番茄丁是鲜番茄的香味 这个番茄酱 可是发酵番茄的那种 迷人的风香味 你放心吧 一会儿你吃你就知道了 放番茄酱 到底有什么好处 一点都不捏 劈里啪啦的在锅里轮轮跳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追求的 让米饭在锅里跳舞 知道吗 现在好是好 炒得也挺顺利 但是唯独缺了那么一点点 什么呀 嗯 肉 你这瘦还真是 太素了 我给忘了这茄了 那怎么办呀 咱这有什么呀 要加点葫芦肠还是什么呀 有葫芦肠呢 不不不不 看 我这儿有 我们暖暖严选的三文鱼岭 不光有三文鱼 三文鱼的含量还大于等于30% 虾肉加鱼肉的含量 大于等于90% 高蛋白低脂肪啊 这还真没用过 这要煎熟了 切成丁倒放里倒是确实可以 咱试试 咱就给它煎到两面焦黄 而且啊 这个虾呀 三文鱼里面富含的DHA 对大脑特别好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旋风蛋煲饭 就变成一个无脑饭了 是 这 哎呦 你看 稍微煎 这盐子还就上来了 还好熟 这呀 搁炒饭里的啊 绝对很香啊 你看这肉的这个鲜味 真扎实 来 给你这块大 还挺坦韧的 看着 这三文鱼的味儿 确实不一样 鲜香 非常昙滑 我真的是感觉很惊喜啊 真不愧是我们暖暖严选的 三维鱼虾饼 它的用料呢 也非常讲究是选自 南美的白对虾 还有挪威的深海三维鱼为主料 三维鱼饼富含DHA1.93克 对大脑发育好 没有添加增稠剂 甜味剂 虾味粉 色素 这款三维鱼虾饼是手工敲打 1000次以上制作而成的 免去壳 免切 免洗 免调味 烹饪方便 现在下单还有买二送一 十发三袋 买四送二 十发六袋的活动 如果您想获得暖暖同款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进入暖威商城 一键选购即可 眼下虽然已经入秋 但是暑气还未散去 要是做饭真是又热又累 一点都不想做 怎么办呢 我们在公众号里 为您整理了一份 十道快手懒人菜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输入懒人菜 即可免费领取 仅限前三百位 田墨上鞋暖暖的味道 甄选区域特产 创新美味 尽在田墨上 那咱话不多说 我把这炒饭再继续 把这个咱们夹在里面 给它搅拌均匀 你看 这时候再炒这饭 你看没有 我再怎么摁它 它都不粘了 真的是 现在变得非常松散了 但是到现在来看 您的翻车那个点 我还没有体现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也学学差不多就会了 好 行 那咱先把这饭先装盘 刚才说了炫风蛋 咱这蛋最后得盖在这饭上 所以咱把这饭 给它隔板里先扣出来 不光炫起来 还得包起来 是吧 给它稍微的摁一摁 让它变成这个圆形 怎么扣 来 看 一 二 走 正中间 先别着急打开 先让它保保温 咱赶紧做这炫风蛋 好嘞 这个蛋刚才我说了一连 你不练个一百两百个 真不一定能练出来 你信吗 我不信 不信 不信你试试来 我让你免费尝试一下 好不好 但是对你有个惩罚 如果没做出来 你得把这蛋都吃了不能浪 那我觉得惩罚应该是 不让我吃才是惩罚 好 玉琳 那你就开始吧 你用哪锅 我就这锅就行 好 你其实你这第一步就有问题 怎么了 比我一 没事 我先不说 你先做吧 看了这么多这网上人做的这个 是不是有搁牛奶的 有搁淀粉的 什么都有 我不知道你搁什么 你可以随便 我都给你准备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先打蛋 随便 你这么着我心里没底 这一口一个随便 我就不信这能翻 你看我这打蛋 这够旋风吗这个 对 这也是炫目 好 然后呢 如果说搁牛奶呢 肯定是可以增加一些 它的奶香味的 奶香味 但是如果搁太多了的话呢 它可能会破坏 它那个成型的那个粘稠度 所以我打算加 但是不加太多 好 可以可以 行 可以吗 随便 随便 行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整一点 然后呢既然它得成型嘛 咱们得稍微弄点水淀粉 也来点 也来点 盐 要增加它的筋性 但是会不会发黑呢 不管了 不知道 反正 这么来一小撮 底辈 要底辈 对吧 这是咱们常规的烹饪逻辑 再搅拌均匀 我觉得火候也非常关键 就是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 因为它凝固的会非常快 差锅了这个温度 差不多快热了 把这点锅里 先给它 然后 怎么炫 这不是这么炫 有造型的 那上面一棱一棱的层次分明 你看你耽误我 这活大了 我就一口气全倒进去 然后我看着人家还得拿个筷子 在这儿 是吧 不对 出问题 太快了 太凝固的 今天中午那炒饭没你份了 你就把蛋吃了就行了 不是 你得相信我这个可以补救的 咱煎蛋是真会锅日子 连油都不放啊 要放油吗 我说的第一步 你这锅也不行 这大铁锅 它能不粘吗 你这肯定不行 我给你再磕几个 你换换锅试试 别老说我欺负你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咱先得用个不粘锅 你说什么也没用 这蛋你给我吃了 别浪费 那肯定的 来 搁这边来吧 换锅 来 赶紧的你瞧你那蛋 还来吗 那必须的 这刚开始还没起飞呢 您这不要降落了 这我这还好多点没说呢 我这不是怕浪费吗 我这回我什么都不放了 我直接来 什么都不放了 好像有点不太行 我怎么着我得搁点盐吧 来入点底味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奶我也稍微放一点 你不是说不放吗 水淀粉我就不放了 行 锅的温度你自己控制 我先给你预热了 这我也不知道 它行不行 差不多 你说的 你说了 翻车算你的 粘吗 现在还 现在不粘了 你看这个边上一点都不粘 是不是 这个 怎么扭转它呢 腰马合一 先扎个马步 我转锅 我不转筷子了 直接筷子 土的地儿不对 土的地儿不对吗 你光转中间哪去 一点火不开也不行啊 对对对 我天哪 真是 把锅浮稳了行吗 你放心 沿着这个就继续转 是不是有点那样的了 是不是开始炫风了 水有中间炫了 那边的你也得炫呀 炫 炫 哎呦 喝 哎呦 感觉火有点大 你就说你是多想吃俩鸡蛋就完了 我能理解 反正这个原理我差不多是哪个意思了 所以先把炫下来了 怎么样 还要不要再试一下 确实 我觉得你当时跟我说 说有难度翻车那么多回是有道理的 我来给你一点你就破了 来 先倒回到你那锅里 我也得用这个 鸡蛋咱们一样 稍微的先加点盐 增加点底味 没错 不过加底味了 还有一个增加它的韧性 这里头呢 水淀粉也可以稍微加一点 也是为了让它好凝固 说牛奶加不加 其实都无所谓 咱们家里有水 加点水也行 加牛奶也可以 也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奶香味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到这一步为止 我还是挺对的 其实这一步啊 怎么操作都对 主要是什么呀 把这蛋打散以后呢 记住啊 一定要给它过一下细螺 过滤完以后啊 它煎出那个蛋啊 丝丝滑滑 颜色均匀 是吧 我说呢 咱们有的地儿白 有的地儿黄 是吧 有的地儿你怎么搅 感觉那就是个块 嗯 它影响你成型啊 没错 你看咱们过滤完以后 就特别的什么呀 绵密是吧 滋滑 过滤完以后 这事上有很多残渣 咱就不要了啊 这点就够了 咱们还是起锅 刚才你浆以后 这锅里还剩点油 是吧 这油呢就差不多 咱们再稍微补一点 几滴就够了 锅的温度也是不能太高 油温上了以后 转小火 嗯 把咱这蛋液慢慢地进锅 这跟我刚才一样啊 别着急 现在不能着急动啊 先让它边上看见没有 慢慢地边上成型 不粘锅的时候 筷子啊 刚才你筷子加中间可不行 看着啊 加边上 看见了吗 哎 哦 哎 看着啊 转 这个时候稍微开点火 因为这锡的没成型的 又流到边上去了 哦 我就是少了那么一下 那么一下啊 就中间得夹一下嘛 就是这么着 慢慢慢慢地 你看这个流得行 小旋风是不是 旋起来了 咱们要的就是这个上面有点 嫩嫩的状态 底下也是嫩嫩的 起火 关火走 一连看好了啊 来吧 哎 看看 确实是炫风 炫了吧 炫起来了 最炫民东风 哎 上面撒上点绿色的小葱花 咱们再给这个漂亮的米饭 配上一个好吃的酱汁 走 哎呀 怎么样一连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样 连饭带汁 还有这个蛋 一块吃 你尝尝感觉特别不一样 嗯 这个番茄夹在里头怎么样 真的是 清爽 哎 就是它化解了所有 所有一切的腻 哎 而且这个炫风蛋 真真的不是只为了好看 它面上还有一些晶莹剔透的 尚且在凝固 雨味凝固之间状态的蛋液 简直了又浓郁又香醇 最重要外边这圈半饭酱 您是不是也想知道 到底该怎么做呢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输入蛋包饭三个字 一切详情尽在其中 而且我觉得点睛直笔哈 哎哎哎哎 行了你别吃了 你把你这吃了 你把那给我 你这刚才说好了 你这汤坏的赶紧吃了 这算交绝费吗这个 是吧 眼下虽然已经入秋 但是暑气还未散去 要是做饭真是又热又累 一点都不想做 怎么办呢 我们在公众号里 为您整理了一份 食道快手懒人菜 怎么获得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暖暖的味道 微信公众号 在对话框输入懒人菜 即可免费领取 仅限前300位